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臺後 中國動作頻頻 中國海關總署在一號晚間 突然宣布臺灣一百多家食品禁止進口 三號又對臺灣的柑橘類國品 白帶魚及竹甲魚禁止進口 造成臺灣農漁業受到衝擊 農業者損失慘重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趕緊到雲林 和農漁民座談商討對策 陳吉仲說往年有五千公噸的文旦 會輸入中國 不過現在無法出口中國了 因此農委會推動產銷調節措施 預計至少有一千公噸 可以外銷到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 而剩下來的四千公噸 可以內銷或做加工食品 成績重向農民保證 今年的文旦價格一定會維持水準 而柑橘類同樣被中國禁止進口 柑橘總產量四十六萬公噸 一年出口一萬三千公噸 其中有八千公噸到中國 比例不到百分之三 台灣大部分的柑橘都是內銷 對於那無法出口到中國的八千公噸柑橘 農委會會透過冷鏈加工 內銷外銷同步啟動 確保農民收益 另外茶葉蜂蜜葉和水產品等食品業者 日前因為沒完成註冊 被中國禁止進口 農委會也會全力來接助 華視新聞連戰 張志軍 吳建宏 雲林報導